你當時去奧斯卡唱歌 那應該是嚇壞了吧 很可怕耶 那已經真的是 我覺得是我醫生人最緊張的一次 有沒有 需不需要做一些事 才能得到那個機會 就不需要說給誰很多錢 或者是陪誰吃飯 沒有 其實那個時候 我的經濟答案告訴我的時候 我真的以為他在騙我 因為那個好像是愚人節那段時間 還是什麼的 然後他告訴我的時候 你真的騙人 不可能 那然後他最後說是真的 然後有機會可能會表演 我就真的嚇一跳 我光想我就已經覺得手心要冒汗了 真的很恐怖耶 很恐怖 其實沒有 我站在那個 你有主持過金鐘獎啊 你還好 可是那至少 就很邀請 我覺得就好像 自己突然間去了另外一個世界 台下的人都看不到了 就是Julia Roberts那些 全部的大明星都在台下 我都沒有看到 都不注意他們了 因為我覺得那一秒鐘 就是舞台屬於我的 如果是你這個香巴佬 你可能會一直跟大明星打招呼 我會在後台一直跟他拍照 我愛你 我愛你 所以除了Julia Roberts那些 有沒有 所有的大明星 Rabbit meet you 可是真的所有大明星 或者是什麼 Harrison Ford這些 我告訴你 Tom Hanks有多好嗎 就是我唱完之後呢 我在後台 然後他走過來 他說 嗨 我是Tom Hanks 你表現得非常好 這樣子 Oh my God 他說Tom Hanks Oh my God 他是我最喜歡他的演員 他還說我是 Hi My name is Tom Hanks 他人很棒 紅色就是唱歌的手傳 然後那一件是星光大道的手傳 你當時會不會緊張到很希望那個 奧斯卡的場地被炸掉 不會啦 你要很嚮往這個表演才行吧 不行 我就屬於那種 比如說一旦很怕那件事 像金鐘講 我就想說是希望國步紀念館 炸掉 炸掉失火 但沒有人傷亡 OK 只要不要舉手 對 老師就取笑 好鬧腫 對啊 所以你不會這樣想 沒有 就是希望趕快唱完 然後可以下台 然後我第一個看到就是我姐 我姐在哭耶 我說我是唱得這麼差嗎 然後她說沒有 她很感動 感動 感動 以你為榮 其實我到現在還不敢看那個VCR 你沒有看過你自己的表演 我不想看 我不敢看 因為我覺得我停留在 我在舞台上的那種感覺是最好的 NBA開幕典禮好厲害 NBA你也去唱 那也很可怕 NBA NBA那一次其實因為 你一定有做什麼法術吧 因為是姚明的關係 怎麼說呢 因為姚明好像在一加入NBA的時候 開了一個記者會 然後人家問了她喜歡的歌手 然後她有說到我的名字 然後剛好她第一場 要打的就是這一場 然後NBA就想 不如就驚喜她 給她一個驚喜 就叫我去唱歌 然後他們告訴我 那一天下午還告訴她 Coco來 她說不可能 妳騙我 然後我真的去了 然後她整個人是 她就是那個表情嗎 什麼 就是這個表情 怎麼可能連她都會有 她永遠就是一個表情 她的表情很僵耶 可是那時候跟Coco一直出道 真的壓力非常大 因為她那時候演出都非常棒 又會唱又會跳 然後我們都會接在 譬如說她後面或她前面 然後每次大家都是期待 可以趕快看到Coco 然後譬如說介紹SOS 他們就會說 蛤 沒有啦 然後李文就 對 我還記得也是軍中情人 就是這樣子啊 軍中情人那個時候 她那種歌聲 妳跟在她前面或後面都很慘啊 有一次軍中情人是SOS 天心還有Coco 然後他們說SOS的時候 然後捏病人軍人就 然後天心就 然後最後一個是Coco壓軸 然後大家就 Coco 到時在後台我真的想說 要槍殺她 對 我不記得 有沒有什麼狀況是需要 被強迫一定要對嘴的 不能唱現場 有 其實我是奧斯卡玩了之後 那段時間生病 其實我突然間講不出話 然後呢 我在做某一個專輯的宣傳的時候 全部都要對嘴 我唱不了歌 連我講話都有困難 我要提高我的聲音 就講話是有點這樣子的 才講得出 掃香什麼掃香 對 我不知道 然後那個時候呢 好像一年半的時間這樣子 我看那個時候是我最低落的時候 然後呢就是我是中醫西醫 看了所有的醫生 沒有一個人知道什麼問題 也沒有長什麼東西 可是就 然後我就開始吃素 然後呢瘦到95磅 我看我醫生最瘦症那個時候 然後呢就心情不高興 就一直就 然後很多的劇本呢 都不能去演 所有都要推掉 最後突然間就慢慢回復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我告訴我自己 我要慢慢 要懂得去放輕鬆 因為我以前工作呢 是那種 要求很完美是不是 什麼都去管什麼都去做 然後呢 我的公司說很堅 是吧 對 做得很堅 工作人員會怕你怕到哭嗎 不會 不會 犯錯的時候你也沒罵 他們就自己哭啊 然後就嚇得半死 也沒有 我不會讓一個工作人員哭 可是呢我是一個很嚴格的人 就是我有我的要求 因為我希望把這個工作做得最完美 所以你是會用罵的 還是說講道理 還是說眼神 講道理的 永遠都是講道理 我其實跟我家人或者男朋友 或者跟工作人員 永遠都是講道理的人 那眼神會讓人家很害怕嗎 不會 我的眼神都 我覺得滿軟的 但我們 什麼啊 嗯 你們就撒嬌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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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回去 我每次都擺著女流氓的表情 妳身邊的工作人員會比較怕妳 還是比較怕妳媽媽 以前應該是怕我媽媽吧 可是現在我媽都不管我的 我的工作了吧 妳媽媽現在已經不當新媽了 沒有 對 會出江湖 對 妳有沒有聽過一個傳聞 什麼 這是演藝圈四大新媽 好 妳知道是哪四大媽 我媽一定在裡面對不對 妳媽 順子的媽媽 真的啊 還有范小萱的媽媽 還有一個是誰的媽媽 我的 王力宏 王力宏的媽媽 真的啊 沒有妳媽喔 拜託我媽是紙老虎 妳自己是不是情緒化的人 我覺得我是情緒穩定的人 妳很容易哭嗎 某一些事情讓我容易哭 譬如說什麼 說到譬如說家人對我的好啊 或者我的歌迷有一些 讓我很感動的事情嘛 我覺得這一方面會讓我比較 所以我們就已經說 妳媽對妳好好 妳媽對妳好好這樣 姐姐也好辛苦地陪妳喔 真的好感人喔 哇 她怎麼很爛 爛的主持人 我從五歲就想做醫生 一直都想做醫生 而且我很肯定我一定會當醫生 那可是 妳現在還很肯定嗎 可能 可能 還是有可能 可是呢就是 應該就是大概十五十六歲的時候呢 我跟我的朋友在這個上面是 那魚人 叫什麼 Fisherman's Wharf 魚人碼頭 魚人碼頭 然後裡面呢有一個地方呢 它是特別就是有點 看OK的人 然後呢你付他五塊錢呢 他會把它錄下來 然後那時候唱了兩首歌 一個就是 Winnie Houston的 Run To You 一首是那個George Michael的 The Last Christmas Run To You怎麼唱 I wanna run to you 我不要聽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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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na run to you I wanna run to you I wanna run to you Tell me will you stay I wanna run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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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喔 妳有模仿過Maria Carey嗎 以前應該有吧 以前新人的時候 常常都有人家 用我跟她來做一個比較 所以常常都要去模仿她 妳會唱Maria Carey的歌嗎 有啊 Hero There's a hero When you look inside your heart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Of what you are There's an answer When you search within your soul And the sorrow that you know Will melt away Yeah 這種人家也不用買唱片嗎 她就整天自己唱就很好啊 所以妳每天真的做 兩百個仰臥起座啊 三百 三百 中間不休息嗎 休息也是為了想 我也是每天做仰臥起座啊 可是我中間會休息 我都是做十個然後現在是吃火鍋 這樣回來做 還滿有效耶 這樣平常好不好 三百個仰臥起座 因為每一組是一百啊 不會無聊嗎 不會啊 很快 跑步跟唱歌其實要鍛鍊 演唱會就是這樣鍛鍊 跑步機然後跟著唱歌就這樣鍛鍊 然後聲音是很平穩的 要很平穩 對 這樣練習 所以妳隨便挑一段 第九頁 來 在這地球夜 沒有妳的我 終於開始感到寂寞 過去這期間 那歌聲都沒有受到影響耶 我都無所謂 全都是謊言 過了地球 把裡面的動音機拿出來 我打個回到時間 見到世界 想念 那窗外這一天 耍尾音耶 很厲害 聽還哭的聲音 聽還哭的聲音 OK 因為可以起太高的問題 所以不要起...不要太高聽 聽還哭的聲音 嘆息著誰又悲傷了心 要耍尾音 卻還不清醒 還不錯 也是可以啊 可以啊 夜深沉 神巧 巧 夜色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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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老貝貝子家 對 太極了 真的 妳小時候都怎麼唱歌的 跟著電台播放的歌曲 然後譬如說 我小時候很喜歡聽 Witney Houston的歌 所以她播的我會跟著一起唱 或者會買她的卡帶 所以妳很會模仿她們嗎 Witney Houston 妳會模仿她的聲音 她的唱腔 所以妳可以唱一句那個 I always love you I always love you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Will always Love you 好 有小時候跟著收音機就這樣唱到 家人不都瘋掉了嗎 所以妳的終極有什麼事嗎 有嗎 怎麼了 我剛剛 沒有 妳剛剛是會一直這樣 真的喔 對 我不知道耶 我有惹到妳嗎 這是我二姐Nancy Nancy妳好 妳好 所以在她們家裡面 姐姐妹妹之間會像妳們家這樣 有美色上面的競爭嗎 我覺得應該是會有吧 因為她姐的美色 是不是也少說可以當明星 Nancy到Coco旁邊來站一下 我看看好不好 對 二姐對我很好耶 對 你們兩個算是長得一樣吧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你們兩個差幾歲 差四歲吧 對 所以小時候會搶著穿衣服嗎 沒有 我都喜歡 她穿衣服 對 我都喜歡穿她的衣服 因為她的衣服很漂亮 那要不要現在換一下 當場換是不是 對 可是看到妹妹這麼受歡迎 然後妳卻沒有成為明星 心裡會不開心嗎 我覺得我們每個人的角色都不一樣 可是我大姐同時 也可以當我們的圖人耶 就是我說剩真 因為她叫剩真 我說剩真我肚子餓去煮泡麵 她就會乖乖去煮 因為她很欣賞妳啊 那妳會照顧她嗎 會 會煮東西給她吃 會啊 如果我餓 我真的 如果真的很餓的話 我就要姐姐幫我 她一定會幫我 可是我大姐幫我煮 妳好嗎 真的嗎 我都會說姐姐在那裡 姐姐在那裡 她幫我給褲子 我就說兩千給妳 妳們前輩的情誼 就只值這點錢嗎 這樣不是算出手大方嗎 所以需要這樣給姐姐錢嗎 沒有啦 我收的比較會 對 對 所以Nancy是一直陪著Coco在工作的嗎 對 所以世界各地巡迴的時候 妳都要陪 對 那姐姐現在是有結婚了嗎 沒有 都是我害的耶 對 真的 大明星妹妹耽誤了姐姐的那個人生嗎 沒有 我選擇的 Coco最近有很多很棒的表現 包括好像不久之前才在那個 Walt Disney的演唱會後 辦了演唱會對不對 對... 是華人第一次的嗎 對 我真的覺得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黃立成有被邀請去嗎 我有啊 我有Twitter他告訴他耶 妳有收到嗎 有 對 可是他不在L.A啊 可是Steven就有去啊 你說你的 對 他有去 然後我的一些舊同學都有去 然後呢 在台下看到就是 真的是還滿平均的 就是一半是外國人 一半是華人這樣子 是 對... 所以他們是以前從來不邀華人 去那邊演唱 沒有 第一次 第一次...沒有 華人流行歌手 上台之前還會有壓力嗎 每次都會有啦 因為我是那種要求完美的 所以我的壓力 是讓自己做得更好一些 可是應該就是沒有這個榮幸 聽到你破音跟什麼嗎 不是嗎 You never know 不是 因為我從來沒有聽到 他唱歌出任何一點差錯耶 因為剛剛現場唱那個很好聽 一點都沒有問題 謝謝... 妳唱歌有出過嚴重的差錯嗎 有啊 當然有可能啊 就是可能如果那一天歌手狀況 不是很好 咳嗽 感冒都會啊 對...有可能 所以妳就希望妳此生 就有機會聽到他破音就是 太邪惡了 如果他被跌倒是更好的 我知道妳再不爽一件事情 就是他當選了一個很厲害的頭銜 什麼 就是那個娛樂頻道選全世界 而且最性感的50個Diva對不對 對 25個 25個 對 25個Diva 然後他15名 我跟你講 我就沒在計較這些了 因為全世界太難了 妳擠不進啊 我台灣打敗林志玲 我就已經覺得還不錯了 妳不能那麼沒有鬥志啊 妳要打進全世界的地方 我走在LA根本沒人理我啊 怎麼可能 老外不喜歡我這一行的吧 喜歡啊... 不會喜歡啊 就是再低胸一點就可以了 沒有 我去歐洲跟美國 沒人理我啊 會被逮捕 這很厲害耶 柯柯 他有一個也打敗全部的藝人 什麼 他有去過Michael Jackson他家 其實Michael Jackson跟他聊天 這個是真的吧 這件事 不然是什麼 他出我保證我了 所以這個故事是什麼 其實我第一次見到Michael Jackson 是99年的時候 那個就完全是工作了 那個時候是一個慈善的演唱會 他的演唱會 然後他就邀請我 去做這個特別來賓 然後我那個時候我的經紀人 也是他之前的經紀人 很多年的經紀人 然後呢 所以我的經紀人 Jim Moore就說 Coco 我帶你Backstage去 見一下Michael Jackson 那當然我心非常非常的慌啊 因為他是我的偶像 你知道嗎 所以呢 進去這個房間呢 滿暗的 然後呢 我就跟Michael說 嗨 I'm Coco Lee So happy to meet you 然後呢 他就很文靜 很可愛的 就說 Coco Coco I like your name Coco 為什麼 Coco 因為他是不是這樣講話啦 他講話大概是這個 很鬆的講話 他就一直講我的名字 Coco...這樣子 因為他說很喜歡我的名字 一直重複 因為他覺得我的名字很好聽 他就一直好像在唱歌這樣 所以直到門關上就是 Coco 然後就說我一臉 Coco 很搞笑 他除了Michael Jackson之外 還有那個Ricky Martin對不對 對 Ricky Martin幫你拿水 Ricky Martin 為什麼被妳講出來 變這麼小一件事情 其實就是超級巨星幫忙 他參加他很多場演唱會吧 他很體貼 他真的很體貼 那個時候他就是來到亞洲 做這個巡迴演唱會 那他就邀請我跟他去日本 韓國 新加坡 還有台灣的這個特別來賓 然後呢 就跟他合唱那首歌 我還記得我們在彩排的時候呢 他會照顧我 他說 你要把口乾 來 我來幫你拿水這樣子 他說 我好體貼 然後他就一直逗我媽媽開心 就是說媽媽好漂亮 媽媽好漂亮 然後媽媽就逗得很開心這樣子 那些事就不要說了 如果別人踩到妳的地雷 妳會跟他吵架 應該會 可是我覺得不要吵架 就是盡量用一個很理性的方式 去解決 先 對 真的不行就吵架 妳私下會跟路人吵架嗎 No 不會 妳開車嗎 還好 不太愛開車 妳也不罵髒話對不對 她一定罵髒話 妳罵嗎 不常罵 可是喜歡罵 不是喜歡罵髒話 因為她在錄音室沒有罵髒話 那妳認為是什麼場合會罵嗎 大拇指踢到桌腳應該會罵吧 大拇指踢到桌腳就是罵... 對不對 那不算太過... 那不算太過分 可以說喔 這可以說那個字嗎 因為很奇怪 在中文地區呢 就很多英文都可以說 真的嗎 妳不早說 我就一直說 妳想講嗎 妳想講嗎 沒有啦 妳可以講Stand Bid 真的嗎 請 所以她什麼時候會罵那種話 狗仔隊偷拍 不會 她不是生人家氣 就是罵髒話的時候 是生自己氣 唱歌沒唱好 對 妳說那個眼睫毛 唸來唸去唸不上 她就會說一個髒話 所以 就中文 一個字的 媽媽有關的 就發音很像那個眼睛看到的 看字的那個字嗎 不是...另外一個 只是 那個妳可以說 妳都不早說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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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部是這個線 就預告出來就... 不敢... 太太多了 小剛妳... 妳開始收到消息說 妳要幫她做經紀的時候 妳有很害怕嗎 有啊 很害怕 怕什麼 因為其實以前有一些朋友 有做過她 那聽到的感覺都是比較負面的 譬如說 就覺得她很麻煩啊 很難搞啊什麼的 所以後來接了這個案子 之後發現她是難搞的嗎 也不會 我第一次看到她還滿平衡的 還滿平衡的 對啊 而且她是會聽大家的意見 我覺得她大部分 是為大家而活的 看她一直在強調說 她聽歌迷的意見 OK 她都在聽任何人的意見 她都在滿足所有的人 所以如果妳看到一個 很久不見的女明星 然後她明明就胖很多 妳看到她妳還是會說 妳還是好漂亮 我可能就會不會特別提到她胖 我說妳好不好啊 什麼什麼的 對 就避開啊 避開 不要說謊 可是也不要講到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她算是滿周到的人耶 妳如果看到一個女明星變胖 妳會怎麼樣 怎麼會這樣 對 妳們以前回去 應該也不會在剛才討論說 我跟我姐現場算很差吧 不會 Baron 講真話 不會 我... 沒有 因為我會幫其他藝人解釋 真的嗎 我會 我會 沒有... 沒有... 可是Coco真的是時尚的鼻祖耶 就連我那麼時尚的人 鼻子 鼻子真的很過分耶 連我那麼時尚的人都忍不住 是有在KTV就是你知道 把她的歌當成是聖歌的來唱 她那個時候是 因為她是94年開始 94年 94年之前的玉女都是唱歌都很... 都不太動的 她來之後整個把那個局勢打破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出道的時候 還有一些人會為我們尖叫 可是後來李文出來了 我們只要一起上綜藝節目 就是接在她後面的藝人 都很倒楣 現場很多中學生嘛 對 因為就譬如說李文 SOS 對... 所以妳們一定有講ABC什麼壞話 我們就會很怕跟ABC同台 因為那時候ABC很稀奇啊 所以妳當時... 妳當時對他們有留下印象嗎 SOS非常喜歡 真的 就是許氏姐妹嘛 超紅的 紅片全世界 妳對他们的心講 跟她的心肌 但是.. 在這時候的情景 妳經常都很差 妳會用一些情形 我會用在餐廳 妳不會用到餐廳 妳就叫做夢蠅 妳不會用到愛她的心 只是一個介紹 全世界只有你不懂我愛你 我給的不只是好朋友而已 每一天有著千人小努力 難道你沒發現我跟我訊息 我應該如何讓你知道我愛你 連星星都知道我心著明明 今天在你窗下的一場雨 是我愛著你我有多麼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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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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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